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种颜色交织在空中 红彩的中间有八瓣莲花的形象 莲花的上面有极美丽的坛成 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画不出这样美丽的坛成来 尖端的五色彩云变成盛床 樱落 宝床 宝帆等无尽的形状 各色各样的花朵自天而降 分落如雨 彩云缭绕在四周的山顶 宝塔状的云朵 向曲巴的中心为佣着 大家都听见悦尔的天悦和赞语 一乡留意大地 世间的俗人也都能看见天人神像满柱虚空 行广大的供养 人们看见天神们赤身裸体 以不以为怪 天神们却个个都怕嗅着人体的臭味 碰见了人常眼眠而过 有的天神和人互相谈话招呼 人人都看见这种种的稀有奇迹 鸭龙的施主们听见尊者已入涅槃 都跑到曲巴来 对驻大弟子和曲巴的施主们陈述了很多的理由 要把尊者的遗体请到鸭龙去埋葬 却被尊者的大弟子们拒绝了 于是鸭龙的施主们要求暂缓举行大礼 给布林以及各地的信使们一个最后的机会 来瞻仰一次尊者的圣龙 曲巴的施主们答应了这个要求 鸭龙的人便回去警局局役 结果带了一群勇武有力的人来准备抢走尊者的尸体 随又与曲巴施主双方争吵起来 大弟子们看见这种情形 立刻对他们说道 大家都是尊者的信徒 请不要争吵 尊者既然在曲巴涅槃了 当然不和在鸭龙举行大礼 请你们在此地等着 大礼举行完毕后 我们一定可以分到尊者的舍利和骨灰来供养的 但是鸭龙的人仗着人多 不肯听话 仍要准备应抢 忽然空中出现了一个天神 口中发出尊者的声音 施主和徒众们如同又见到尊者一样 说不出的欢喜和高兴 大家都不再争吵了 就一心一意地祈祷 终于 在不可思议的幻化中 除驻大弟子和曲巴施主们 保有原有的遗体以外 鸭龙地方的人民却也得到了另一尊尊者的遗体 他们就抬着这个遗体到纳西雪山的大棚弹枯的顶上举行火葬 空中又出现了与前次涅槃时一样的五色红光 彩云 天月 异乡和其他种种的奇征 在启巴地一边 驻大弟子和施主们联系的聚心祈祷了六天 尊者的面孔忽然容光焕发 年轻的好像八岁小童一般的模样 这时 几个大弟子就议论道 惹熊巴恐怕不会来了 如果我们再延迟的话 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甚至一点供养的骨灰都拿不着了 我们还是赶快举行火葬吧 大家商量以后 就依次做最后一次的尊者的圣龙瞻仰 同时把遗体到赤节枯前面的法座崖上 并架起火葬的台子 然后把圣体安放在台上 化好坛成 虽然比不上天人的供养 却把人间最好的贡品陈列起来 在黎明之际 举行了各种祈祷与仪式 大家就想举行火葬 但是无论如何 火总点不起来 在这一档 天空中出现一道红彩 带来了五个空行母 于是燕总惹巴就说 尊者的遗讯和几位空行都教我们在热穷巴没有到以前 不要触动尊者的遗体 但是热穷巴到现在还不来 恐怕不久遗体要腐烂了 怎么办呢 寄光惹巴说 从尊者和空行者的视信 以及火烧不着遗体的种种姻缘看来 热穷巴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们还是恳切祈祷吧 大家把圣体回洞中 都又一句恳切地祈祷 却说 惹穷巴那时正在罗若多次修法 一天晚上的后半夜 在光明与睡眠浑然一体的绝授中 他看见在曲巴地方 有一座水晶塔 放出了周边虚空的光明 无数空行拥着这个宝塔 引寝着向他帮世界去了 地上到处都是自己的金刚兄弟 和尊者的施主们 天神与空行的歌声 响遍了天空 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供养云 惹穷巴就像宝塔顶礼 忽然间尊者的面庞 从宝塔中现了出来 对着惹穷巴说道 尊者就把手放在惹穷巴的头上 满面含笑地看着他 惹穷巴心中又悲又喜 生起全所未有的信心 和极有难得的感觉 惹穷巴醒了以后 想起了尊者从前对他说过 要他带某时回去的话 心中大微惊慌道 难道尊者涅槃了吗 他顿时生起难以忍受的悲哀 和猛烈的信心 乃一心向尊者祈祷道道 上师啊 我没有及时赶到 真是后悔呀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正想间 空中出现了两个少女 对他说道 惹穷巴 惹穷巴 惹穷巴要进口去了 你要不敢快走 恐怕今生再看见惹穷了 快点走吧 惹穷巴这时 心中专念着上师 归心似箭 立刻就起身回去 罗若多似的鸟雀 这时正在吱吱地抱笑 惹穷巴一心祈祷上师 一面运用气功 如箭池一样的飞来 驢马去走两个月的路程 半个早上就飞过了 到了晴日和布林交界的波赛山顶时 天才大亮 太阳刚刚出来 他就坐下来 稍微休息了一下 抬头一望 到处都是祥云异彩 特别是尊者入祭的山顶上 有一个广无边际的大云散盖 放出万丈光芒 无数天神空行 正在以武裕 共云大心供养 有的天人在祈祷 有的在发愿 有的在礼拜 有的在唱着赞美歌 惹穷巴见了 心中又悲又喜 怀疑地向一个天神问道 你们这样供养礼拜 是为了什么呀 天神答道 你这个人难道耳聋了吗 眼瞎了吗 这样人天信供的非常元会 你都不知道吗 这是秘勒喜笑金刚大事 到空行煞土中去 天人大众都在对他供养祈祷 难道你不知道吗 惹穷巴听了这个话以后 心如刀割 向尊者入地的山枯处 飞跑而来 跑到取巴一处像宝塔形状的平地时 像做梦一样 看见尊者 满面含笑地向自己说道 是不是我的儿子惹穷巴来了 惹穷巴一见 心中说不出来的欢喜 以为尊者并没有涅槃 连忙上前鼎礼尊足 祈祷问安 惹穷巴又向尊者问了许多的问题 尊者都回答了 最后尊者对惹穷巴说 儿啊 我先走了 你随后来吧 将来我会接你的 不要忘记我的话 说完 忽然一刹那天 尊者就不见了 惹穷巴心中七上八下地向取巴赶来 到了尊者入灭的山枯前 看见徒众施主们正在尊者的遗体旁边 悲哀地祈祷环绕 有许多新来的徒弟们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惹穷巴 就阻挡住不要他静动 走进尊者的遗体 惹穷巴心中说不出的哀痛 痛哭流泪 我恩重的慈悲上师啊 您那无缘大悲的心志中 难道听不见徒儿的哭诉吗 你那无缘大悲的心志中 难道不悲悯您徒儿的痛苦 我慈悲的上师啊 惹穷巴的声音刚一传进动静 尊者的遗容忽然大放光草 面貌如生 尊者的遗体忽然自己生起火来 一方惹巴 燕酒顿巴和各大弟子施主们 一听见惹穷巴的声音 都赶快出来人街 但是惹穷巴因为 新来那些弟子不认识他 不要他进去 心中非常难过 所以没有历史进去 等唱完了七支供养歌之后 才走进洞内 因为惹穷巴热情和智诚的歌声提早 感动了惹穷 既然惹穷已经趋入了光明撒碎的大灭盘 这时又从光明而起 坐了起来 对那些新来的徒众们说道 你们初修的徒众啊 莫要这样做 惹穷巴是人中狮子 你们应该敬重他 又对惹穷巴说 儿啊 你不要这样难过 到父亲的身旁来吧 大家见了这种奇迹 都惊叹不已 心中生起无量的欢喜 惹穷巴马上走到尊者遗体的前面 抱住尊者 放生痛哭 因为过度的悲伤 惹穷巴竟昏倒在地上 等他行转来的时候 看见徒众施主们都环绕在祭坛的周围 尊者的无弹金刚双蕴身 并没有倒下 在八叶莲花形的火炬中 安稳地坐着 尊者的身体 就好像花朵中的蕊一样 坐在八瓣莲花的熊熊火叶之中 右手持说法应 下垂压于火尖 左手托住面筛 做唱歌的姿态 对着惹穷巴和众弟子们说道 你们听我这个老人的最后一个歌吧 尊者就在祭坛上 唱了一首六种心要歌 我之爱子惹穷巴 听我遗嘱最后歌 三界轮回火海中 五蕴换身是关键 贪着衣物是奔走 使势永无了结起 舍势法系 惹穷巴 于此幻化 神运中 五体自心是关键 此心若为身所属 法系实讲 永难正 善识自兵 温者说完最后的教训 又踢入光明法性之中 温者刚以言计 一谈就放出光明 变成一个四方形的月亮宫 种种光明散在海峡 宝床等丰盛的供养 无稽的庄园 光明中又化现出无数的天女 在美妙的音乐中歌唱习武 在祭坛的虚空中 天子和天女 捧着满城甘露的宝瓶 为尊者供养 徒众和施主们 有的看见祭坛中 尊者是喜金刚 有的看见尊者是上乐金刚 或密集金刚 有的看见是金刚骇姆 一个人的因缘根气不同 个个看见不同的佛神 这时变满虚空的无数空行 齐声唱出赞美歌来 空行们唱完了这支歌 时间已尽黄昏 天渐渐的黑了 祭坛上的火也已熄灭 但是祭坛内外 却是一片透明的光 徒众们觉得非常奇怪 向祭坛里面看 原来在祭坛的中央 出现了一个光明的宝塔 宝塔的中央 有人看见尚乐金刚 有人看见骇姆或喜金刚 有人看见金刚灵 储宝平手印 身口意的种种字形 有人看见一片金色的光明 有人看见一片海水或一团烈火 也有人什么都看不见 徒众们于是打开祭坛的门 让热气散发 以备第二天来起舍利子 这时又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异争 当天晚上 大家都把头朝着祭坛的门 在地下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热气疤刚刚醒的时候 看见五部空行母们 拿着阴落古式 重宝庄严 及种种武裕供养品 进入祭坛来行供养 一会儿 看见五个主要的空行母 从祭坛中捧着一团光明的东西 飞了出去 热气疤正看得出神 忽然想起 必是空行母们 把尊者的骨灰舍利子拿走了 心中一急连忙赶出来 这时空行母们 已经捧着舍利腾在空中 热气疤立刻回去 把所有的师兄弟含醒 大家打开祭坛的门 向里面一看 连一颗舍利子都未留下 热气疤悲痛忧伤万分 就请求空行母 慈悲 分一点舍利子 空行母说道 你们这些大大祭坛们 已经得到状态师的这种意义 心里面的老师了 如果这些儿子还不够 可以随着书 这个自然会给你们的 至于他本人 说完就停住在空中不动 图众们听了空行母的话后 大家一想 这个话说得不错 心声懊悔 大家看见空行母的手掌中 放出五色豪光 蹲得的舍利子大如鸟蛋 纷纷落在祭坛上 弟子大众看见舍利子降下来 都伸手想去拿 舍利子忽然又飞到空中 重新融合到空行母掌中 所发的豪光里去了 忽然豪光又分为两道 一道变成为日月座殿的狮子座 另一道变成一座内外透明的琉璃宝塔 塔中放出红白蓝黄绿五色光明 辨造三千大仙世界 由一千零二尊佛四周围绕着 中间端坐至尊密勒日霸 亿万空行海会云集 共养散散 有两个天女在塔的下面捧着宝塔 空行母捧着宝塔 便准备向人群尊者的空行煞土中去 这时 济光惹巴心中讲道 我应该为人间众生福田祭 恳求空行母赐下这个宝塔 作为人间弟子供养之用 他就哀痛迫切地祈祷 空行母捧住宝塔 飞到猪大弟子的顶上 宝塔忽然放出许多道豪光 每一个弟子的头顶上 也都有一道光照射出来 大家都看见宝塔中央的尊者 腾入空中 变成喜金刚 善乐金刚 密集金刚 至尊母谈成 无量佛陀 为空行母所围绕 最后祝佛菩萨 皆化成光明 融入尊者的心间 在千月情影中 尊者被迎请到东方 见乐煞土中去了 有的徒弟 看见尊者抱身庄严 做狮子做 四部空行捧送 金刚 骇母导影 于不可思议 天月 供养云中 往东方 陷禧 煞土中 飞去 祝大弟子 看见尊者 已经悄然飞去 无法取得舍利供养 于是大家都嚎啕大呼 悲哀祈祷 忽然 出现空中 孙者的声音说道 诸二人呢 你们用到这样的围巾 在牙石的下面 找到弟子跟子的明训 以后 你们就会发现共物的了 于是 大家就在牙的周围 四处找寻 果然发现了石明训 这个牙石 现在在曲巴寺 还可以见到 祝弟子看见尊者 已经到他方世界去了 心中虽然十分悲伤 但是都知道将来 一定可以往生尊者的净土 同时也明白 尊者的一切视线 都是为了佛法和众生的缘故 大家都抱着 现身二利事业的决心 来看尊者的遗嘱 和造下面的金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虽然知道 尊者绝不会埋藏什么金子 但是为了遵守他的遗训 大家都到造下面 去看个究竟 果然 在造下发现一块棉布 里面包着一把小刀 小刀的刀口还很锐利 刀柄上并且系着一个锥子 此外还有一小块糖 和磨刀石一同包着在布里 他们仔细一看 在刀上面还刻有几行小字 用这把刀 取这块糖 及割这块布 他们永远都不会被切完的 你们就这样把糖和布切了 分给所有的人 凡是吃了这个糖或分到这块布的人 便不会堕入三恶道了 弥勒日巴的三昧食和衣服 是上师和祝福都加持过了的 若有众生听见我的名号 生一念信心 在七生之中 也绝不会堕入恶气 并能一念七生之事 此次祝福菩萨之受计 如果有人说弥勒日巴有精子 那人就应该吃粪 助弟子们在极端悲伤中 看到了这个遗嘱的最后一句 实在忍不住大道歉 他们皆大欢喜 于是大家就用刀来切糖 的确无论切多少次 那块糖还是切不完 布也是一样 割了多少次 原来的一块布 丝毫也不减少 这样无穷尽的切齿 大家都分到了布和糖 许多患病的人 吃了糖以后 并立刻就好了 恰根烦恼重的人 吃了糖之后 慢慢的智慧增长 慈悲也增多了 在举行丧礼会供的时候 天上降下五色的鲜花 这些花降下来的时候 大半接待离人顶不高的地方 就融化不见了 有的花落到地上的 执起来看 却跟蜜蜂翅膀一样的细薄 美丽异常 在曲巴村一带 降下来的天花 变满大地 堆到足夕一样高 其他附近的地方 花朵也如下雪一样 降下了很多 等会供仪式完毕后 各种义争奇彩 就慢慢的消失了 以后许多年当中 每逢纪念尊者的日子 天空中就出现长虹 降落花雨 民奏天月 飘散异乡 生出种种的奇迹来 同时 地上也长出许多不同的奇华 年岁封年 人无灾病 也没有战过 这种种奇迹 说也说不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